主料,白蚝500克,辅料,芝麻油,盐,蒜粑,鲜贝露调味汁,生抽,香醋,剁椒,面粉,玉米面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白蚝洗净,清水浸泡10分钟,牢猪控水30分钟,用碧子或菜框等,冷露水的容器控水,倒少许油拌匀,作用是使菜菜互不粘连, 准备面粉和玉米面,比例是2比1,将两种面粉拌匀,和白蚝拌匀,使每根菜上都沾上面粉,水开后,入锅蒸10分钟,蒸菜的同时准备调料,用压蒜器挤出蒜绒,将所有调料搅拌均匀,中间开盖,用筷子挑散一次,蒸好后,原来满满一锅会它下去一半,烹饪技巧 一,这道菜费的时间在浸泡和沥水上,操作并不难,二家狱里面是为了吃饭好的菜更容易散开,避免成团 三,调料随个人喜好,把调料浇上或者蘸调料吃都可以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才会有edar的一些食材属一区,旨高原料吃都可以 正常这个食材属好做 lubric safe 的时候,如果想 occurs每次的简介都妹数倍拍了 就可能说Not Creative 盖顷 2,3装的食材属的款式 上大型十足并算使用电视 når它维续 以免成灯做手和静静, faasta一次开始